希望 三生 越终不同 好吧 三生 你这人的头发呢 没有 我打薄一点 它打薄一点 太厚了 与中不同 我这一座头发已经不知道往哪儿放了 抓住 你给他抓住 你给他抓住 对 抓一下 亮一点 对 好看 犯得漂亮 我本来还要好好弄一弄 这非要有性格 三生 我感觉我找到我的副意 我也觉得我成功了 怎么样 算不算 可以吗 先 行行行行 姐 开开了 敞开了 你问姐要不要做个软化 你做吗 姐说想做个伙伙 我们都曾经明白 也都曾经厉害 错过了爱 就难以重来 我完事了 完事了 好了 就把头都安上 他得涂一会儿呢 你要全涂完了 你们先展示吧 那来吧 老师 请点评我们所有的发型吧 我这个完全是按照他的要求 我希望斯白秀 特别 你见我那么特别 你重不同 没有人敢这样搞 像个艺术评吧 他怎么往艺术那儿走 有刘海的平头 我是从他的底层诉求出发 这样也达到了学校的要求 他可以进得去 整体还是可以的 我这个顾客要求的是要一个 金武门陈真那样的平头 我这个顾客要求的是要一个 既符合了他的要求 也加入了我的想法 让他接受了一个更好的发型 其实他这剪的相当好 就是其实正面来看 还是比较帅气的 因为我们平头的一个要求的话 就是上屏侧直 上屏侧直 它直的面是比较多的 加伦这个领域是第一个 我这个 我其实这个领域就是 首先就跟我这个双胞胎弟弟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你看你那个弟弟正成什么样子 就好像跟他不能一样 对 然后后来我看 我看那个双胞胎这个弟弟 你确实好像跟他不能一样了 他闻起来了 对 我们转圈 转圈 没画完了 你没水了 这俩对比一下 我这是不是很俊了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说 还是给他留一点 但是我这个整体还是让他 就胡子包括也修得很好 你这个侧面修得特别好 是吗 对 侧面修得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标准 谢谢老师 老师 老师你可注意 这拨出去你这生意 你也得担心 这个变不一定是老师 老师过来看 那随便 你给这个 你给我这个补丢一下 给他有办法补丢 来吧 可以啊 看 老师 老师 三 二 好吧 我们的实验原理 就是如何捡好一个平头 捡平头 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努力学习 多加练 才能捡出完美的平头 好的 谢谢姚导对我们的交诲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四项 锅的趣味作用 利用两口锅 可以精确地传递一声音吗 好的 走吧 朋友们 走了 今天呢我给大家这个种草一个好物 这个就是宅精无物净化加湿器 对 给你们看看 它就直接往这里面加水就完了 它有非常强的净水功能 它的净水滤芯很强大 长时间使用也不会产生这个水垢 这这么方便吗 当然了这个晶盘加湿技术 大风量瞬间滋润不干燥 可以很好地保护我们的呼吸健康 嗯 冬天干燥可以 是吧 赶紧盖它一个吧 我们以前给人剪过头发吗 没剪过 从来没剪过 下刀的第一下是跟你脑袋闪上的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挺难的 你怪不得有的时候比如说 剪最后一点人还在那找屏 在那你觉得 你在那一看你不是差不多了吗 我刚刚也是 我在那想 我以前剪头发的时候 最后都干嘛来修那个边 剪后面绒毛 你知道吗 我也在那剃 虽然没绒毛 就是左爪右爪的全破症 有时候你要一个不小心剪到啥了 你还得跟客人聊 我刚刚就是谢谢 不是你就聊一下 改变一个发型 我突然发现你这一个小脸型 其实不用 不能在你之前没变过 再短一点更好 你变一下是对 给你抓住 我记得小时候能够剪的 我觉得不太好 反正他就说给我抓一段 因为自己给我抓完也不太好 哈哈哈 因为一开始比如说他 你看你就说不买 就是感觉好像 不是因为你小孩不好意思 感觉好像不太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这不是那么好看的 哎他说哎 哎那是你刚剪完 你因为你刚剪完 你现在看得不及过 你现在看得不及过 对对对对 你留心情就好了 然后我给你我现在我给你 我给你抓住 我给你抓住 你看现在好多了吧 不好意思再跟你说 再说那个 同样的话说 对对对对 那咱们就放松一下 准备迎接下一个这个 下一拼拼锅 这俩锅应该像房子那么大俩锅 哎呦我天 对对对对对的